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黄昏海的故事 作者安房侄子,翻译彭义 海边的小村子里有一个针线活非常好的姑娘 她名字叫小枝,但是谁也不知道姑娘姓什么 哪里出生的,几岁了,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黄昏 海面上洒满了夕阳的金粉 像金色的鱼鳞一样密密麻麻地涌了过来 就是在那个时候,这姑娘来到了村子里裁缝奶奶的家里 那时的情景我忘不了啊 没有一丝风,后院的栅栏门却啪哒啪哒地响了起来 我停下针线活,咦,好像是谁来了 是隔壁的阿婆送鱼来了吧 我这样想着,就站起来走了过去 可没想到,栅栏门那里站着一个没见过的小姑娘 正瞅着我呢 背后是大海,夕阳映在后背上,看不清脸 穿着黄色的夏天穿的和服,系着黄色的带子 你是谁啊,听我这么一问 姑娘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小枝,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哎,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姑娘呢 我也半天不作声了 于是,姑娘小声地要求我说 再追我呢,把我藏起来吧 见我呆住了,姑娘又要求我说 我帮您做针线活,让我留一阵子吧 听了这话,我有点高兴了 不管怎么说,我从冬天就开始神经痛 手腕痛,贴着膏药干到现在了 那么你就进来吧 御医刚缝了一个开头,你就接着缝缝看吧 我说完,就让姑娘坐到了屋子里的针线盒的边上 姑娘礼貌地进到铺着席字的房间 穿针引线,开始缝起刚缝了一个开头的袖子来了 那首饰非常熟练,一眨眼的功夫 所以村里的人不断地来求她 不,连邻村离开老远的小镇的人都来订货了 不过一年的功夫,财富奶奶就挣了很多钱 于是,奶奶为小芝买了大衣橱,漂亮的梳妆台 你呀,早晚也是要出嫁的啊 可小芝听了这话,脸都白了,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有着七个抽屉的漂亮的衣橱,小芝的手连摸都不摸一下 那镶嵌着贝壳的美丽的镜子,小芝连自己的脸照都不照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财富奶奶想 这姑娘恐怕有一个怕人的秘密吧 不过,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 财富奶奶听到小芝一边开夜车干活 一边唱起了这样的歌 虽然住在海里的海龟说,嫁给我吧 可我害怕得不敢去 虽然住在海里的海龟温柔地说 你逃呀,逃呀,我也要追上你 可我害怕得不敢去 小芝用细细的笛子一样的声音唱着 财富奶奶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干针线活 针从她的手里掉了下来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小芝被海龟给缠住了 财富奶奶太吃惊了 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村里人谁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 说是这一带的海底里 住着一头巨大的海龟 要娶人间的姑娘为妻 财富奶奶跌跌撞撞地冲进小芝的房间 突然摇晃起小芝的肩头 问 你,你真的见过海龟 而且答应要嫁给他了 小芝微微地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两年前的一个月夜,在远远的海边上 姑娘清楚地回答 可怎么会答应他了呢 于是,小芝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这样一个故事 刚巧那时候,我喜欢的人生病了 不管吃什么药,看什么医生 怎么念咒语也治不好 只剩下等死了 我听说只有一个获救的方法 就是把一片活海龟的龟壳削成粉 画在水里喝了 说这话的,是村子里最老的一个潜水才鲍鱼 才海藻的鱼女老婆子 这个老婆子的话特别灵验 于是,我就每天去海边 等着海龟的到来 就这样,是第几天了呢 一个夏天的黄昏,海上风平浪静 当年一个浪也不再涌起的时候 一头大海龟慢吞吞地爬了上来 我朝海龟的身边跑去 请把你的龟壳给我一片吧 听我这样求他 海龟直瞪瞪地瞅着我的脸 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 那你就拿一片去吧 我像趴着的海龟背上伸出手去 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一片六角形的龟壳轻轻地脱了下来 我攥住它,就急着要逃走 可是却被海龟叫住了 等一下,我给了你一片那么珍贵的龟壳 你也不能不听我说一句话呀 你来当我的新娘子吧 我一边哆嗦一边点了点头 那时候,我只是想快点从海龟身边离开 至于答应了海龟 我想日后总是有办法的 等我喜欢的人喝了它,恢复了健康 一起逃得远远的不就行了吗 我那样想 于是,就敷衍着答应了海龟 朝我喜欢的人的家里跑去了 他的名字叫郑太郎 是海边的一个渔夫 小只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天,夕阳明晃晃地照在郑太郎家那破破烂烂的栅栏门上 小只当当地敲了敲门 亲手把龟壳交给了老半天才伸出头来的郑太郎的母亲 然后小只就跑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边干针线活洗衣服 帮父亲补鱼网 一边屏住呼吸 悄悄地打探着喜欢的人的身体的变化 因为村子小 一个人的病情一下子就能传遍整个村子 从那时起 正好到了第七天 小只听到了渔夫郑太郎不知喝了什么魔药 突然就精神地叫人认不出来 今天已经做起来了的消息 这时 小只一边干针线活 脸蛋上一边染上了一层玫瑰的颜色 第八天 说是郑太郎能走路了 第九天 说是能在家里干点手工活了 到了第十天 说是已经能出门了 然而 因为心中充满了喜悦而发抖 等着和喜欢的人见面的日子的小只 第十天过场看到的 却是病愈的郑太郎 和村里旅店家的女儿 一起走在海边的身影 旅店家的女儿比小只大一两岁 是个海边的村子里少见的 白白的漂亮女孩 说是很久以前 两个人就定下了终身 小只对裁缝奶奶说了一句 郑太郎也好 郑太郎的妈妈也好 早就把龟壳的失望的一干二净了 马上就要举行盛大的婚礼了 光顾得高兴了 说是很久以前 旅店家的女儿和郑太郎就定下终身了 而我也答应了海归 小只恐惧地听到了大海的声音 但那以后 一到黄昏 大海归必定会来到小只家的窗户底下 不要忘记了你答应我了 海归低声嘟囔着 每当这个时候 小只就蹲在家里 一动不动地连大气也不敢出 不过很快 他就找到了一个借口 当海归来的时候 小只唱起了这样的歌 嫁妆还不够 和服和被褥还不够 锅和碗还不够 可是从第二天开始 海归就嘴里叼着金珍珠 珊瑚饰品 扔到了小只家的窗子底下 这些东西 对于贫穷的小只家人来说 都是渴望到手的宝物 不论是哪一个 都美丽地让人吃惊 如果卖了的话 足够一个姑娘的嫁妆了 小只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姑娘 所以 她把从海归那里得到的东西 全都交给了父母 自己逃走了 小只轮换着睡在同一个村子的亲戚家里 熟人家里 好朋友的家里 可毕竟是沿着大海 一座房子挨着一座房子的村子 再怎么逃 海归也会追上来 不要忘记你答应我了啊 海归一边在那些人家的窗子底下这样说着 一边又把拴着大力宝石的项链 像大海的浪花一样蓝的戒指放了下来 郑太郎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小只终于决定偷偷溜出村去 小只只穿了一身衣服 谁也没告诉 就出了村子 在黑夜的海边上跑了起来 太阳升起来了 中午过了 她还在不停地奔跑 一直跑到黄昏 好不容易摸到了裁缝奶奶的家 她推开贴着一张裁缝的纸的栅栏门 闯进了这个家 啊 是这么一回事啊 裁缝奶奶听完了小只的故事 浑身哆嗦起来 不知为什么 她觉得海归好像就藏在这里似的 不过 当她这几小只已经来了一年多时 松了一口气 不要紧了 你来了一年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海归一定已经死心了 可是 这一年的秋天 也是大海闪耀着金光的时刻 裁缝奶奶家屋后的栅栏门 啪哒啪哒地响了起来 是谁来做衣服了吧 裁缝奶奶一边响着 一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无意中朝屋外望了一眼 不由得大吃一惊 大开着的栅栏门那里 海归 总有半张榻榻米达的海归 慢吞吞地匍匐在地上 背上脱了一个大包袱 奶奶吓坏了 差一点没瘫坐到地上 海归把背上脱的包袱 扑通一声灵巧地泄到了地上 低声说 赶快给我缝和服 给我做婚礼用的长袖和服 长罩袍和袋子 做好了 我就来揭晓之 那 那怎么行 奶奶好不容易才挤出来这么一句 可这时候 海归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奶奶光着脚 奔到栅栏门那里 用颤抖的手 解开了海归放在那里的包袱 想不到 里面装的是她这辈子也没有见过的漂亮的和服料子和袋子料 奶奶把它们轻轻地展开了 点缀着像花一样的淡桃色英格的和服料子 蓝色的波涛上 飞翔着成群白鸟的和服料子 画着红珊瑚 摇晃的绿色海草的和服料子 还有晃眼的金银带子料 究竟是谁来穿这么美丽 又是这么珍贵的衣装呢 奶奶马上就明白了 海归终于来了 把小只的新娘子礼服拿来了 奶奶在心里轻声地嘀咕道 可这时 心里已经不知怎么回事激动起来了 奶奶想 这可要小心了 这么美丽的布 一旦做成了和服 一般的女孩就会想要这和服 说不定就会变得不管对方是海归还是鱼 想去当新娘子了 是的 不知为什么 她就是觉得这料子里头 确实潜藏着这样的一股魔力 有了 把这样的布切成碎片就行了 这个时候 奶奶的脑海里 默地浮现出了过去记住的驱魔的魔法 还是个姑娘的时候 学采缝时听过这样的说法 就是一旦人被魔物 鬼 恶灵缠住了 把他们最宝贵的和服料子撕成碎片 尽可能多地做成针叉就行了 一个针叉上 叉上一根新的针 让海水冲走就行了 奶奶用双手抱着和服料子 冲进了小只的房间 突然叫道 小只 针叉的订货来了哟 说是把这和服料子全部都用了 能做多少针叉 做多少针叉 小只看着放在榻榻蜜上 沐浴着夕阳的和服料子 叹了一口气 这么美丽的和服料子 竟要全做成针叉 是谁要 然而 裁缝奶奶一言不发 猛地捡起和服料子来了 眼瞅着 每一块和服料子都被捡成了小小的方块 算了一地 奶奶把针穿上线 一边把两片方布缝到一起 一边像生了气时的对小只说 你快帮帮我呀 就这样缝到一起 当中装上米糠 裁缝奶奶往缝好的方口袋里 装上米糠 缝上了口子 好了快点缝吧 这种活尽可能快一点 小只发了一会呆 点点头 自己也开始帮忙干起来 就这样 一个个新的针叉做好了 鹰隔飘落的针叉 白鸟飞翔的针叉 红珊瑚颜色的针叉 像阳光一样金色的针叉 只不过两三天的功夫 就做好了一二百个五颜六色的美丽的针叉 裁缝奶奶在每一个针叉上都插上了一根针 用一个大包袱皮包起来拿到了海边 裁缝奶奶把包袱里的那一大堆针叉 从高高的悬崖上用力抛进了大海 无数的针叉就像花的暴风雪一样 在海上散开了 不久就被白色的海浪吞没了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不知是不是这毛发起了作用 反正海归再也没有到小芝的地方来过 可是从那以后 小芝就开始听到海归的叹息声了 半夜里 当海浪哗哗地涌上来的时候 夹杂着这样的声音 不要忘记你答应我了啊 不要忘记你答应我了啊 他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海归的叫声 那声音传到耳朵里 小芝睡不着了 我背叛了海归 这种想法永远都留在了小芝的心底 从那以后 小芝再不穿美丽的和服了 而且谁也不嫁 成了一个在财富奶奶家里 总是低着头 被别人缝盛装 缝新娘子礼服的姑娘 小芝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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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